大家好,我是Den 女团Lislepim将推出一部总结过去一年活动的纪录片 7月28号,根据所属公司SociMidget的消息 Lislepim将于29号下午8点 在Hybrid Labs的YouTube频道公开纪录片Lislepim Make It Look Easy 这是基于2022年9月之后Lislepim第二次制作的纪录片 在这次的影片中可以看到 Lislepim准备年末舞台的过程 成员们的小日常 以及第一场单独训言等在过去一年里辛勤工作的场景 成员们也公开了在舞台下自责流泪的样子 并坦率地分享了他们的不安和烦恼 不过在这个预告消息后 很多网友们私讯想要了解一下对于Lislepim纪录片韩网的反应 所以就整理了一下 越看越觉得好笑 Hybrid里面得到房租最多特别待遇的团体就是他们了 还要装作很辛苦的样子 不知道一直在说什么他们得到了特别待遇 但就算有特别待遇也还是会有辛苦的地方 看来很多中高中生们 可能因为只在学习 所以还不太了解这个世界吧 这次又是只跳舞没有练习唱歌吗 这纪录片又不是为你们做的 不感兴趣就别看 为什么要点进来留下讽刺的评论呢 明明是他们自己做的不好 为什么还要设定这种风格 被世界无理攻击的我 满腹怨气的我这种风格 现在竟然连纪录片都要找茬 这些人是不是心里有病啊 那就去看医生吧 在Kochitla现场表演失败 安科舞台也做不好 舆论才会不太好 为什么要哭呢 还不如多练习 如果是因为清唱失败而受到批评 那么只频频唱功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进行人格侮辱和人身攻击呢 问题不在于成尔是公司 到底是哪个人想出拍这样的纪录片 这种愚蠢的主意 感觉Lisrappin最大的黑粉就是嗨不自己 哇有很多恶意满满的评论啊 纪录片不都是这样吗 有什么那么不满的 这是令人作恶 虽然我不是他们的真粉 但因为那些无脑黑粉们 反而更想支持他们 加油 不是你们怎么知道他们有没有练习唱歌 这些留言不就是为了黑而黑吗 就是因为这些不讲理的恶评 支持Lisrappin的留言才会变得越来越多 对于Lisrappin的纪录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非常期待Lisrappin的纪录片 以及下个月的回归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笑死人的Kiss of Life成员 培 培是超级女王风格 居然还这么呆萌笑风了 Kiss of Life成员都是这样 就连看起来安静的Honey跟姐姐们在一起也会变这样 笑翻了突然觉得好亲切 好感度瞬间爆表 笑到不行 不只剩好感 还有莫名的亲切感 辣妹风姐姐们这样就会特别有趣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对比自己大12岁的人没有使用金语的男爱豆 就这样有说有笑气氛非常好的结束了节目 但其实以沙别是1988年生鼠龙 Felix是2000年鼠龙 以沙别的生肖一样指的是我们相差12岁 Felix的生肖一样指的是 哦原来是00年生啊 结果当天Felix在与粉丝们交流的时候留言 今天有看以沙别和我出演的节目吗 很好玩 化妆化得也非常好 Felix瞬间变成了 对比自己大12岁的人没有使用妓女的男爱豆 以沙别让他让克克克太可爱了 以沙别真的是专业呀 怎么能和本命对视并对着自己微笑了 还能压住粉丝的心情呢 和以沙别的感觉有点相似 听说人会对长得像自己的人产生好感 是这样吗 好像蛮有道理的 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被穷空这么吸引 难道我们两个 我不要脸 我记得了 我已经称了 我们的样子 好 不 by bwd6